你们快看这两个小宝贝 你们俩在干什么呀 哎呀 又腻咕在一起了 哦 太可爱咯 我无了 朋友们 我要被萌化了 怎么可以这么的可爱 哎呀 太可爱咯 太可爱咯 What happened 吴妮康 吴妮过来 吴妮过来 出来了 自己就出来了 她已经进去了 嘿嘿嘿 她俩都进去了 已经开始扣了 你看我肥哦 你看你的表情 还要把这个毛丸进上围机 嗨大家 哈喽 好久不见 好久没有以这个方式跟大家见面了 我刚起床 然后我现在又是个种人 每天早上起来就要跟你们说 我是个种人 这个今天是非常重要的一天 至于为什么重要 你们等一下就知道了 然后一大早我就起来了 现在才七点半 首先呢 我等一下要去打疫苗 新冠疫苗的第二针 用这个完美意 完美意境粉霜 哇 这个粉霜真的 我其实很早之前就有它 最近打出来用 我发现哇 怎么这么好用 我以前为什么没有发现它 就我以前好像有用它 但是我没有觉得它有那么好用 但是这一次我拿出来之后 我觉得好好用啊 因为我昨天带妆了快10个小时了 底妆一点都没有脱 OMG 太神奇了 我看网上说它适合干皮 but我是个油皮 为什么用的那么好 就是完美服贴我的肌肤 没有任何卡纹的地方 然后它就扒住了 就会动了你们知道吗 然后等到你晚上卸妆的时候 你发现啊 原来我是上了底妆的 我以为我天生的皮肤就这么好的 呵呵就是这种感觉 哎 我们要去接猫了 先跟家里的原住民说一声 哎呀 对焦 卡肉 水塔 小水塔 你知道我们家里又要来两个新城园了吗 吴妮 过来 吴妮扛 吴妮过来 吴妮过来 吴妮又叫不动了 你叫一下他 吴妮 吴妮 你知道家里等下要来两个小弟弟了吗 你开心吗 你开心吗 你采访一下包先生现在是什么心情 现在是遗憾的心情 为什么 因为看着这书 你当时接污妮是什么心情 接Taro是什么心情 现在是什么心情 有什么区别 不知道到底看见完什么没 就是这猫没接触过 不是特别青 没有养过猫的新手服 你看现在我们都不戴眼镜了 我们现在都戴隐形眼镜 现在是个小睡觉 为什么你每次在这个镜头上都看不到你 因为我太黑了 消失在后面 没想到是因为光线 那你那为什么那么白 我反正跟你在一起就显得很白 我们现在开车过去大概要20分钟 等一下见 哎呀 看一看 好猫 哎呀很可爱 我把这只给转过来 看呀 那只小小 好快点 我们回去吧 下雨了 下雨了 好了 到了 什么事 好事 有什么事 有什么事 他们应该能搬出这个症状 就是他不出来就得管了是吧 Hello 出来了自己就出来了 到底谁大也不知道 要等他们出来了咱才知道谁大一点 这俩都不想合理 你们胆子还真大呢已经开始摸索了 那我咋分呢谁是谁呀 猫就是这样 他也不管你人在哪他自己先玩是吧 哎呦你的胆子磕大了 你比我家狗狗事单再大呀 他已经进去了 他们俩都进去了 哇你们两个都进去了 太可爱了吧 哎呀你们两个太可爱了 我受不了了怎么那么可爱呀 我觉得这个玩具可能寿命一周最多了 已经开始啃了 哎呦 我们刚把这个门给装上 这样子的话猫猫就可以看到外面了 然后我工作的时候也可以看看他们 所以我就安装了一个这个门 让我们来看一下小猫咪在干什么吧 你看他们俩特别喜欢这个位置 竟然给你们找到了一个这么好的隐屁的角落 看看这两只小猫咪 哎呦 哎呦 哈了哈了哈了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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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看对面就是我们的办公桌 然后这里就可以直接看过来 就是小猫咪的房间 你们你们能分出来他们俩谁是谁 我觉得他俩长得太像了 但是左边这个是奶黄包 他的脸稍微大一点 右边这个是弟弟 弟弟的名字叫蛋黄派 哎呦你们俩好傻呀 呦我脸好大呦 这个是这些嘴巴 这个样子 因为这姿勒 可以 这些嘴巴 可以 是 妳好美哦 妳看妳的表情 妳看妳什麼時候進去 嚇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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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嚇 I will sit 现在还不到八点钟 我已经把这些 什么猫猫狗狗的事情都搞定了 终于可以给我自己搞个饭吃了 好饿啊 今天六点多就起来了 嗨 我刚刚就坏了个妆 变了个身 我最近好喜欢这种紫色的口红 我以前扔 就是断舍离的时候扔过好多只这种紫色的 但是我最近又爱回来了 给你们看一下 这是我的衣帽间 他说我会给你们录视频的 现在先保密一下 这么大一堆 全部都是快递 有很多猫的玩具啊什么的 都是618买的 好嘞 我们一起来吃包裹吧 姑娘 你要和我一起吃包裹吗 还有这些猫猫的玩具 你们的玩具今天还是明天会送到啊 都有啊 你有玩这个啊 这不是你的呀 吴妮 你钻都钻不进去啊 咋办 这是一个隧道 好像说猫喜欢这种钻来钻去的 好像看来我们家狗也挺喜欢的 这个没有你的尺寸的呀 好可爱 黄色的 它就是这样放在地上 然后这里又是一个小窝 然后猫皮从这里钻 你在干什么呀 你干嘛 大哥 你这钻什么钻 它要站为己有 还要把这个猫玩具占为己有 吴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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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这不是你的 这个已经装好了 这有球 哎呀吴妮你挡住啦 它这个玩具就是多用的 你可以这样子 它就是在这里面当一个猫 然后你可以把这个放上去 它就变成了一个猫抓板 哈喽朋友们 我的猫房差不多都已经弄完了 基本上添置了我需要的东西 然后我现在就带你们来参观一下 首先这个门是为了让猫狗先暂时隔离 小猫咪跟狗狗不能这么快的接触 要让它们慢慢的适应 有个小可爱在迎接我是谁呀 哈喽 那现在先从这里开始 这边这个是一个自动猫纱盆 是我朋友送给我的 他说这个可以解放双手 然后我们已经用了几天了 确实还不错 我之前也会担心说 这种自动猫纱盆会会挾猫 然后收到之后我也做了一些测试 确实是他如果在产纱的时候 有猫或者是有重物进去的话 它是会暂停的 它就不会动了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还行 目前用起来还不错 再到这一边 这个下面放了一个扫地机器人 就是用它来吸一些猫纱 掉出来的猫纱什么的 在旁边这个呢是一个猫抓板 也是他们的小房子 这个第一天的时候就给他们搞坏了 前面这个东西设计的不太好 很容易掉 所以就是现在它是这样子 刚开始猫猫需要一个会躲的地方 最好是一个箱子 那这个东西就还比较不错 旁边这里呢是一个那个空气净化器 这一边呢就是猫猫的猫扒架 还有它们的玩具 这边然后我为了猫咪的安全 我做了这种金刚纱窗网 然后我怕它们还是会自己打开嘛 所以我装了一个这样子的锁 这个锁就是需要锁它才可以打开 你才可以去关窗 所以这个就会比较安全一点 大家每次都是这样 一个躺在这儿一个躺在这儿 然后再带大家看一下这个柜子 柜子里面呢放的就是猫咪的东西 上面这里我是放它们的碗 其实我还有很多碗没有到 所以我就先暂时把架子摆好了 等着我剩下的碗到 Bridge Dog的这个碗我真的很喜欢 因为它有好多种颜色 然后这个后面的是它们家的熊盘 在这一边呢就是它们吃东西的 像这个小碗这个飞碟碗 我是用来装猫粮的 然后旁边的这两个小碗呢 是用来放它们的罐头 再在上面这里有根线 你们看到就我们家猫 我已经了解过了 就是它们不爱碗线 所以说我就在这里装了一个摄像头 这个摄像头还挺好的 就我每天可以在这看到它们在干嘛 在旁边这个呢是一个这个仙人掌的猫的抓架 就挺可爱的 但是我觉得它们好像没有那么喜欢玩这个 这个就像一个装饰一样 这里就是一个自动饮水机 这个饮水机是刚到的 是跟那个猫砂盆是一个牌子的 都是Cathleen 它这个比较好的是它这个是陶瓷的 所以就会对猫咪比较好 不会黑下巴 这个饮水机还有一个很神奇的地方 我觉得适合多猫家庭 就是它可以监测每一只猫或者是狗 喝了多久水 这个其实还是挺不错的一个功能 因为猫猫的肾脏容易出问题嘛 如果喝水不够的话就不好 然后这个呢就是可以监测它们喝了多久的水 然后给你们看 我这个房间其实还是有很多机关的 这下面这里呢 是我做的之前做的是榻榻米 现在就变成了很好的储物空间 放的全部都是它们的用品 像这个放的是猫砂 我这里这个是蓝钻的猫砂 但是因为那个我要平着放 然后那个盒子不能密封嘛 我就把猫砂都这样子分装好了 这边同样也是 这里都是猫砂 这个是豆腐猫砂盆 因为我还买了那个太空舱 就是霍曼的那个猫砂盆放在外面 那豆腐猫砂会比较除臭眼 这个是他们之前用的猫砂 所以我就买了一样的 我还买了挺多其他牌子的 然后都试一试 你们以为这就结束了吗 不 这里还有 这个抽屉里面放的也都是一些猫咪的用品 像这个是奶黄猫有一点猫咸 这个是它猫咸的药 然后还有这个是什么营养膏 还有化毛膏 这里还有一袋猫粮 是它们之前也有吃的 这个抽屉里面同样也是它们的猫粮 还有这个 这个好好用哦 这是那个消臭猪 我把它放在那个 接猫室的地方 然后就没有味道了 一抽屉的全部都是猫的罐头 就是各个牌子的 我就都买了一点 都是朋友推荐的 说它们自己的猫吃了比较好的 然后我就给都买回来了 让它们试一试 这个是小李子的罐头 特别大一罐 然后还有Ziweed 最后这个抽屉放的就是它们的一些玩具 还有这个豆猫棒什么的 这个就是我的猫房 现在大概就长这个样子 然后我希望就是猫咪可以有一个比较安全的空间 然后它们可以在里面也会比较舒服 那等日后啊 等它们跟狗的关系稍微好一点 再把它们放出来 就是慢慢来吧 希望它们可以早日玩耍在一起 来 我们来合个照吧 你们俩能同时出镜 我得这样倒下来 Hello 来红包 Hi You want to show how pretty you are Hello Hi Hi 哈哈哈哈